我在这边生长 然后十多十几岁就出去了 就到外面工作 然后也在这一条溪里面 就是从这一条溪到新练习 都环绕在这条溪里面 那我结婚在永和 在永和住了四十年 为什么会再回到故乡 是有一个就是因为色大的原因 就是说我本来只有小学毕业 我以前只有小学毕业 那我结婚以后 我的学习都来自于生活上 就是我生活上其实我学习很多 但是呢 学习无感染 我就说学习 只有小学毕业就要工作 女生就不能再继续升学 然后我就要工作 那一段时间都一直工作到结婚 生子当了阿嬷 我觉得社会的价值观对我来讲 是这样就是人心最顺的路 就是你人生 就是从小孩子这样一路走过来 我觉得那是人生最顺的路 没想到我在45岁的时候跟年齐障碍 结果我不想活了 我每天都想死 结果呢 我们家人就很奇怪 这人家里好 这个妈妈 这个女儿 这个太太 都正好 走礼朋友 跟他都觉得我正好 为什么我不想活了 也因为这样很多的好 也救了我 他们就说 你以前很想活了 家人就说 你以前很想活了 这样吧 你把我放掉 你去读书 当作 就是给自己重新的一次机会 这样 那因为这样子 我进入了 符合国中补校 永平高中补校毕业 然后到社区大学 总共读了五年半 我全部读了十一年半的 第二段的学习 第二阶段的学习数 读了十一年半 十一年半毕业 这个期间 那个坚持 还有毅力 我不晓得怎么来的那份力量 让我专注在那个读书里面 哦 学不到什么 很容易 很容易 就是一学马上会 但是一要用马上就忘记了 那学不到什么 可是对我来讲 那个专注力投注在里面 让我人生大反转 就是说我忘了病痛 我忘了我生病 就跟很多人在一起 忽然就投入在 投入在那个社群里面 很开心 就是 眼睛打开了 心眼打开了 然后世界就不一样了 然后到社大学习很多以后 我在想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以前是 家是我的全部 家是我的天 可是现在我走出来了 走出来了以后 我发现 哇 这个世界非常美丽 每一个社区都是有 每一个人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每一个点 都是我能够触及的地方 电 millions 请 koń MU 吹 研究 我们 拍手 对 我 噓 你 不是 感谢观看